这一节课呢是法编数据的生成 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做三件事 第一顶链数据的生成 第二优维数据的计算 第三面数据的生成 那实际上这个课时呢 视频之前录制过 但是呢这个视频丢失了 那我这节课呢是补充 补充的话我就没有像之前一样 边写代码边录 因为这个代码已经存在了 这个代码已经存在了 我就把先有的代码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作为这个视频的一个补充 首先呢我们原有的数据结构 顶点数据结构V3 原有的还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对比原来的 原来的在这个投文件里面是这样的 那这四个数据呢是干嘛的呢 目前没有用 所以呢我在新的课室里把它去掉了 现在呢会变得更加整洁 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类 这个类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就去生成顶点数据 生一点炒我去关一下窗户 回来 那么这个类的作用就是生成我们要绘制的 顶点数据跟面数据 这里面呢有两个数组 这是一个模板 模板的参数呢 实际就是行列号 那为啥这样做呢 这样做是避免一次拗的动作 因为如果我们这里面用动态缓冲区 那就还一次拗多一次仿存 会慢一点点 所以我们这样做 这个大小一般的情况下是65乘65 这个大小呢就是面的 我这里面有张图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65乘6数 我们看一下 这个假定就是我们 这个高层数据啊 高层数据就是这样的 那么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四个点 五个点 六个点 七个点 八个点 九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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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个点的情况下 它有几个空的 是有八个空的 所以说这个面的数据是 点的数据减一 为啥乘二呢 一个方格 一个方格我们认为是一个单元 那么在绘制里面 OpenGR里面 三维里面 它的面是三角面 那一个正方形呢 包含两个三角面 所以这里呢乘以二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 填充面 填充面这个代码原来就有 这个过程呢比较简单 我们先 先看这个点吧 这个点的生成会更容易点啊 点的生成呢 里面增加了两个参数 第一个呢 开始坐标 第二个呢是结束坐标 那这两个干嘛用的呢 因为我们 这个顶点数据 我们看一下原来我们这个瓦片生成的时候啊 原来我们的瓦片生成的时候 是不是这里面也有一个 start跟end 这个start跟end 这个start跟end就是我们 这个 我们看这个输入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大地坐标 或者叫世界坐标 也就是说 把我们的地球映射成米以后的坐标 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个坐标来生成网格 所以不同的瓦片 它的起始坐标跟结束坐标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增加了一个起始坐标跟结束坐标 然后这个grade grade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网格的大小 这个呢是总的当前这张瓦片的大小啊 比如说这个瓦片从100到200 那么它的宽度就是100 这大小 那么这样呢就算出来每一个格子的大小 那放循环我们就生成了这个顶点数据啊 就这样就生成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填充UV UV也是一样的 UV我们想象一下 原来我们在填充UV的时候 我们还是看这个里面啊 是不是UV有个start跟end啊 叫UVstart UVend UVstart跟UVend 它不一定就是从0开始 从1结束 为什么呢 如果是 两种情况 如果是刚刚创建的这个节点 那么它呢会继承负节点 在这里我们就有了 是不是 会继承负节点的UV 它是负节点的一半啊 宽高都是一半 大小就四分之一 所以呢 我们UV也是一样的 有个输入 然后UV呢也有个不长大小 那一个放映环呢就计算出来 这个UV的数据了 那么有了UV的数据 有了顶点的数据 那么这里面还有生成了面的数据 这个面的数据就是点数据的索引 点数据的索引 这个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过程的还是比较简单 不麻烦 实际上我们 我们还是看一下吧 假设说我们这个点 这个点 它生成的三角面 应该是斜着拉一个三角面啊 那么这一点 这一点 这一点 构成一个三角面 这一点 对角 加下面 构成一个三角面 所以 在计算的时候 我们看 列乘以 当前 行 行数 加上C 然后加C 加1 加C 加1 就这一点 当前是这一点 加这一点 再加这一点 那么这一点的坐标是什么呢 就加了1了 行号是不是加1了 再加C 对不对 就这样 下面这个同样的道理 就生成这个面的数据了 因为我们的面的数据呢 这个 我们点有多少个点 点645乘645 是不是 有这个425个点 那么这个点数呢 已经超过了 256 所以呢 我们这里用short类型 表示 这个面的数以号 那如果是小于256呢 我们就用byt 一个字节就够了 现在呢 是用了两个字节 那么接下来 就是这个数据 我们怎么去用它 我们看一下代码 这个代码我去掉了 这里面还一个 还是没有介绍 就是这个feel head 这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现在 有了高层数据了 那当我们有了 高层数据以后 那么高层更新了以后 我们的点 的坐标 是不是要发生变化呢 这里呢 就是一个放行函 更新所有点的 Y坐标 Y是高度 Y坐标 好 那么剩下的就是 如何去调用 这些函数来产生点 再结合我们 眼睛自身 好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调用的时候 我们先看 在杀树里面 首先包含mess 我们把这个mess呢 做成了一个 成员 成员变量 做成成员变量之后 那么 在我们创建 创建这个瓦片的时候 就要产生我们的数据 这次的话 我们只是计算 还没有去使用 这还没有使用 基本上 我们看一下 这个流程上 我们看有没有使用到 还没有使用到 基本上呢 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介绍完了 因为我们 是个补充课室 之前的这个 视频丢失了 补充的时候 就没有去 这个一 就一句一句的敲代码 所以呢 时间会比较短 大家可能体验感不强 后续的代码就连贯了 就是连贯起来的了 就没有问题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